大家好,又是一个周末的早上 天气还是挺好的,阳光明媚 你看北方的秋天已经很早就来了 但是现在是进入了深秋 进入深秋以后,兰花的管理当然是要有不同的 首先就是因为气温降低了 所以那些不耐寒的兰花都已经搬回室内了 现在留在外面的主要还就是一些春兰和惠兰 因为春兰和惠兰是最耐寒的 就是家庭养兰的话 一般春兰和惠兰的耐寒程度的话 在零度以上肯定是没问题的 当然他们在野外因为是地生兰 他们可以耐寒的低温会更低 比如说可以耐寒到零下十几度之类的 但是家庭养兰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植料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这个盆子的大小也是有一定大小的 所以的话一旦如果是低于零下的话 很容易结冰 然后一旦结冰的话 如果是特别是盆内的水汽结冰的话 会冻伤那个蓝根 所以的话春兰和惠兰虽然是很耐寒 但是肯定是不能够在室外呆到零度以下 我们这里的话下周的话晚上就有气温要降到零度以下了 所以的话下周我这些春兰惠兰都会搬回室内 但是搬回室内的话也要有区别对待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春兰惠兰已经有花苞了 春兰惠兰的他们的花期一般都是在 就是新年的二月份以后嘛 但是它的花苞孕育都很早的 一般的话就是像在七八年 每年的七八月份 迟的话就九十月份 基本上都已经能够看到花苞了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像这一盆就是春兰的 春兰的一种看 这个就是它的花苞 所以的话它的花苞都已经出土了 所以搬回室内以后 就是要区别对待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虽然我前面啰嗦了那么一大段 最主要的还是想讲一讲 这个北方这个春惠兰是怎么样来春化的 我们知道 首先要知道这个所谓的春化 就是这个兰花在经历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由生殖 营养生殖阶段转入生殖 生殖生殖阶段的这么一段时间 主要就是指这个兰花 春兰和惠兰出花苞了以后 因为它大概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需要这个低温的很长时间的保持 这么一段时间 我们叫它春化 因为只有经过春化这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二月份以后 它这个花剑才能够拔得更高 然后才能够花的花形能够开得最好 所以的话 春惠兰特别是传统的那春惠兰 我们一般都是要进行一段春化的 在冬天的时候 当然在养兰区 比如说江浙户地区 那基本上这个春惠兰就是在野外就可以了 就放在市外就可以了 因为它那个气候的话 就是很适合它的春化 因为春化的温度要保持在零度到十度之间 时长的话在一到两个月之间 但是在北方的话 要创造这么一个条件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保持一到两个月时间的话 那最好春化开始的时间的话 在十一月底左右 对吧 如果我们即使算十一月底的话 算然后到十二月底到一月底 正好就是两个月的春化 然后一月底之后 它这花间就开始拔高了 就开始要开花了 但是我们在北方的话 这个进入这种低温的天气是比较早的 像现在在国内的养兰区 在比如说杭州啊 绍兴啊那一带 现在白天的温度大概还会在二十多度 我是指四十度啊 四十二十多度左右 晚上的温度的话也在四十十度左右 也就是说在养兰区的话 现在春惠兰还没有进入那个春化时期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北美国的北方的话 我们现在白天的温度也就是十几度 晚上的话可能要降到就是三四度五六度这样的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其实 呃在进入这个春化的过程中了 所以的话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养在室外的话 它其实进入啊 春化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它这个养兰区和我们自己 呃在北方家养这个兰花春化 时间不一样的啊 就时间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矛盾呢 呃其实是有两个解决方案的 我觉得啊第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我们就是找春化找开花 比如说呃在养兰区是十月底进行春化 我们我们这里的话就十月底就开始进入春化 呃然后十月底十二到十二月底一月底对吧 十一月底十二月底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开花的话可能大概在一月份左右 就能够开花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春化时间早 然后开花也早啊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啊 第二个解决方案的话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兰花搬回室内 因为我们现在室内可能都已经开了暖气了啊 就在那个暖气的那个条件下 让它正常生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进入春化 然后等到十一月底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创造春化条件 从十一月底开始春化 这样的话就跟啊国内养兰区的那个春化时间保持一致了啊 这样的话在二月份以后才开花啊 这是第二个解决方案啊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吧啊 主要看我们怎么来掌握了 我觉得应该都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这里的话 我可能会采取啊第二个方案 虽然我现在其实还没有搬回室内啊 其实它这边已经算比较低的低温了 但是我这个周末我就会把它搬回室内 搬回室内的话 我一开始不会给它那么低的温度 也就说还是会给它一些稍微稍微高一点的温度 然后到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才开始春化 啊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春化 也就是说怎么样给它创造春化的条件啊 在北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啊 因为我们北方室内的话都是冬天开暖气的啊 那个暖气开了以后的温度条件 肯定是达不到它的春化的所需要的那个低温要求的啊 那怎么办呢啊这样的话就只能说根据各自自己家庭的条件来尽量的创造这个春化的低温环境了 比如说如果有些人的车库啊 比如说如果有些人的车库啊它是有窗子的 然后有部分的太阳能够照进来的那就 然后它的那个冬天的温度又会在零度以上的 那我觉得把兰花放在车库中化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 或者说村车库没有窗户但是我们可以增加植物灯啊 然后车库还是能够保持整个冬天在零度以上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兰花放在那个车库里面过冬啊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要做到三点吧啊 第一点就是要保证温度在零度到十度之间 当然这个范围是比较不是那么严格的啊 比如说你零度到十五度之间可不可以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啊 第二个要求就是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光照的啊 如果有太阳的直射光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因为冬天的话它可以直射一段时间的 一两个小时肯定是没问题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增加植物光啊 植物灯然后人为的给它啊创造一定的光照条件 第三个的话就是湿度啊 它花包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的话啊 湿度的啊 至少的话我觉得要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吧 当然以上更好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更好 这样的话它的花包才不会干掉啊 最主要是这三个条件啊 对我来讲的话我车库里面可能就不太方便 因为我觉得我我的这个车库我这个冬天是比较冷的 有时候会达到零下三十度左右就室外温度啊 所以的话车库因为是没有加热设施的 车库可能会到达零下 所以的话为了更保险一点我的 呃春花的话我一般是放在我的那个地下室里面 因为我地下是有一个房间是朝北的那个房间是有窗户的啊 虽然那个床那个那个房间也是有暖气的但是我会把那个暖气的那个出风口全部给它关掉啊 然后那个窗户我是可以打开的就可以可打开的大小我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也就是说啊我会在啊白天的时候把窗户关上啊 啊虽然那个暖气通风口也关了但是它的温度还是能够保持在十度左右 然后晚上的话我会把窗户开一点点一点小缝 然后让外面的冷空气进来这样的话它可能温度会降到十度以下比如说五六度三四度都是有可能的啊 然后我地下室还会给它安装那个植物灯啊这样的话然后给它加加湿器这样或者是给它那个就是这个呃盆的底下放一些那种呃呃就是 游泳的脆也就是说呃游泳的脆然后就是有有一个水盘子接一个水盘子 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持湿度又能够保证温度的范围然后还能保持保证一定的光照啊就是这三个条件啊都满足了我会放在那个地下室 给它春花一到两个月啊我去年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很多那个春兰开花了啊而且花品都开得很不错 所以我今年还是会这么做啊这就是我要讲的那个 春花就是春兰和惠兰啊在北方养兰怎么样给它进行春花我是怎么样给它创造条件的同时也提供一些其他的思路啊 今天的话啊就讲到这里吧我觉得这个视频有点长了啊要不再多讲一点吧因为其实我是 还是还想再讲一点就是啊我们这个没有花苞的这些春会兰是怎么样的没有花苞的春会兰其实就不需要春花了我们给它正常养护就搬回室内跟其他的那兰花比如说建兰啊墨兰啊寒兰啊跟他们放一起就是在那个有暖气也没关系啊如果因为它有些春会兰它是发了秋芽的然后在那些比较温暖的啊条件下的话反而能更有利于那个春啊秋芽的那个生长啊 就是这一点要说的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啊我们就是现在从室外搬回室内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有花苞的这些啊春会兰啊其实搬回室内以后这个温度会跟室外相对来讲会更高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现在花苞的因为它现在花苞还在运营阶段啊一下子这样稍微提高一点温度不会造成它的消苞 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春花结束了以后从我们那个春花的条件下面搬回室内欣赏兰花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要有一个过渡也就是我们不能一下子猛的一下子从零到十度的那个空间把它一下子移回室内啊高达二十多度的那 那个环境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那个春会兰的消苞所以我们需要有个过渡啊怎么样过渡呢 而像我因为是在地下室嘛我就是会把那个窗户的那个开关的那个缝隙的大小给它调节然后逐步的给它升温啊比如说啊最后升到大概啊保持在七八度到十五度之间然后十度到十七八度之间然后逐渐逐渐的啊恢复到我们那个室内 比如说客厅的那个温度范围然后再把它搬回室内啊欣赏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那个兰花的消暴啊好了啊今天这个视频比较长我主要是想讲一下这个春会兰的在北方如何给怎么样给它创造条件春化啊同时的话讲一下啊这个春化前后啊怎么样进行过渡啊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啊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